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母亲有多厉害 玛丽麦克斯维尔盖茨英语 Mary Maxwell Bates 1929年7月5日到1994年6月10日 是一名美国商业界人士 盖茨曾于1975年至1993年任华盛顿大学校董事 他是金县联合劝募协会 King County City Lightway首名女性总裁 还是全国联合劝募协会 Unit of the Old America执行理事会的首名女性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任全国联合劝募协会执行理事会主席期间 与IBM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埃克斯 上Felozic共事 他还是第一周进银行公司 Fiction Detest Bank和首名女性主管 玛丽之子威廉亨利盖茨三是比尔盖茨省微软公司的创建者之一 1977年比尔正式退学 决定加入创立于1975年的微软公司 在计算机将成为每个家庭 每个办公室中最重要的工具 这一信念的引导下 他们开始为个人计算机开发软件 比尔的软件着实 以及他对个人计算机的先建之名 成为微软和软件产业成功的关键 后来比尔成为微软公司的董事长 比尔对软件业的贡献 引起了同行的关注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 也决定从事个人计算机的研制开发 IBM虽然十分强大 但要完成此项研制 软件上争取合作 于是给比尔打电话 引起了比尔极大的兴趣 有趣的是 当比尔带着可行性报告到IBM时 却发现忘了寄领带 时间已来不及了 他不得不将租来的汽车 开进一家百货电停车厂 匆忙买了一条 在一整天的面谈中 比尔回答了IBM设计读数问题 尽管盖茨对签合同信心百倍 但并非毫无忧虑 IBM高层会重视小小的微软网 不料IBM新任 董事长是比尔母亲的朋友 他问 就是玛丽盖茨的儿子的那家公司吗 是的 董事长找到玛丽 你儿子只上了两年大学 能干什么呢 玛丽笑笑说 这一次我以自己的成就和人格 为我的孩子做最好的担保 比尔终于为IBM年制出第一代PCG 微软DOS也因之而成为行业的唯一标准 自此 由于IBM的PC销量日增 MSDOS影响也与日俱增 为其开发的应用软件也欲多 更加巩固了其基础地位 盖茨最终成了最大的赢家 为了扩展业务 比尔希望能找到投资者 玛丽看出儿子的心愿 一直为他张罗此事 沃伦巴菲特又一 1991年7月 玛丽打电话给儿子比尔 让他去参加一个西雅图地区的社交活动 由巴菲特参加 巴菲特是一位亿万富翁 有名的投资大王 玛丽想让比尔与之接触 或许可能达成默契 然而盖茨却对会伍巴菲特不感兴趣 玛丽集中生智 华盛顿游报的出版商凯瑟琳格雷厄姆 也将参加这个活动 于是 急于会见格雷厄姆女士的盖茨改变了主意 乘她的直升飞机去参加了这次晚会 她很快就碰到了巴菲特 就在这一次 巴菲特征求比尔对IBM所面临的变化和挑战的看法 这正是比尔当时渴望有人来问她的问题 那天他们愉快地谈论了几个小时 涉及政治 工业 社会 运动诸多方面的内容 巴菲特要比尔给她推荐两只科技类的股票 几天以后巴菲特买了一百股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股票 至今她还保留着这些股票 我买这些股票 只是为了跟踪他们 巴菲特说 重要的是 这两位亿万富翁的第一次相会 互相之间没有做任何买卖 但这却成了他们之间友谊的重要起步 当你周围的人想的都是钱时 你很难找到友谊 巴菲特说 比尔没有卖给我一台电脑 我也没有卖给他什么糖果 我们都不向对方要求什么 盖茨和巴菲特之间的友谊逐渐发展起来 1994年 盖茨邀请巴菲特 参加他在夏威夷举行的婚礼 就在比尔结婚的这一年 玛丽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西雅图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